在我身后是一个大型的石膏矿洞 现在这里已经是一个养殖场了 这些鸡啊 它是不敢进这个洞的深处的 因为里面太黑了 一路从这里进去 全是这样的大路 大概可以通到两公里左右 这个洞很深 以前开采石膏的时候 都是用拖拉机 在这里面装石膏 其实这条路是很宽的 一个大货车都可以在这里面行走 这条大马路到这里已经是尽头了 这里上去是石阶 我们将走到这个洞的 大概五公里左右的地方 这是一个很大的洞厅 它的高度大概是二十多米 在这里面走了两个多小时 入眼全是这样的破败和荒凉 因为这里开采过许多年的石膏 这个洞道可以说是深不可测 现在我们要走到它的未被开采的区域 这里只有开采留下的一些斑驳痕迹 哇 上面还有好看的棕入石 这些地上全都是这种石膏粉 可见这里在以前是有很多石膏的 哇 看这里有一个烟火 这种红棕 这种红棕第一次见 长这么大还没有见过这样的红棕 四川省烟草公司 福林分公司监制 这两尊棕乳石像不像门绳一样挡在这里 这边就是中乳石林 这个洞道我不知道深不深 水池的边上全是这样的中乳石 可惜已经被破坏了 据说这个洞分为上中下三层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它的第三层 在这边已经要往下走啊 这里还是一个很深的洞道 我们先看看它最上面这一层 也是被挖得稀巴烂了 哎 没有路了 这里已经没有路 这边呢 这边也没有路 这全是堵死了的 这个中乳石很奇特 它中间应该是被荣物为砸断的 哇 这也是往下了 天哪 下去看一下 纯白色的中乳石 这应该全是石膏所形成的 下来后这边应该是它的中间一层呢 看 这里还有以前开矿工人用的这些工具 这都是竹子的 下面还有一个 这应该是一个筛子 他们挖出来的石膏矿 应该要用来用这个筛子过滤筛选 这边全是残留的工具 从这边下来的 这边应该是它的中间一层 这边的洞道 应该是刚刚我进来的那条主洞道 我们朝右边出发 这种地方千万别搞明路了 这上面洞顶的中乳石是没有被破坏的 看起来壮观 漂亮 纯白色 继续往它的深处出发 我们的目的是走到它没有被开发的地方 去寻找一条地下岸河 据说有人在里面发现了一个很大的水潭 水潭边上的沙滩上啊 还发现了许多大型脚印 但是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今天看有没有信能走到那个地方 继续往前 一路进来全是这样的大洞厅 这里大货车都可以并排行走两辆 在这里行走啊 一定要给自己做好标记 从这边下来的 然后在这里出现两个洞道 一左一右 我们走这边这个洞道 因为这个洞道看起来比较小 小的洞道啊 一般都是通到它的最深处 所以我们走小洞道 看起来是真的深不可测 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注意看 这边的洞顶是光秃秃的石头 然后这边呢 全是这样石膏的结晶 这个洞顶全是这样金黄色的 金黄加雪白 看起来非常的震撼 我估计这边的风景将会越来越漂亮 一直都是啊 全是这样的石膏晶体 这个洞里 一眼看不到变 这个洞如果没有开采的话 将是中国最漂亮的溶洞之一 因为因为过度开采呀 全部破坏了 而且上面还有一些恶管 还在生长当中 这简直就是天然的一个装饰 比吊顶好看多了 一直往前的 东顶全是这样的石膏 只有一个相当的漂亮 前面出现了 中乳石的石门 我看 这全是石膏 形成了一个洞顶 这里看起来就像浩瀚的宇宙一样 感觉像在外太空一样 这边呢 就是一些星星点点的石膏 前面不知道还有没有 这个洞就是这个洞顶好看 在这里面行走 就有一种刀墓笔记的感觉了 洞道还是这么的大 还是这么的宽敞 上面的洞顶也是这样的星星点点 这就是一条金黄色的洞道 穿过了金黄色的洞道 又变成了这种灰色的石灰岩 和又是一个天生桥 这个好有意思 下面我估计还是 挖石膏留下的痕迹 因为这里明显被挖出来了一条路 从这个天生桥穿过的 这边出现了一根 汉白玉石柱 这个石柱浑身都是透明的 看到了吗 里面就是这样金黄色的 这上面没有被破坏过的中午石 看起来是非常漂亮的 全是这样的 纯白色 这里貌似没有入口 看 这里就是一个 人工开造出来的一个小洞口 继续前进 这四周的这些石膏看起来闪闪发光 感觉走在玉石通道里面一样 看看到了吗 全是透明的 继续往前 这是一个出口感觉上面 有很大的空间 我的天啊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很有意思啊 在这里终于发现了 石膏 好多石膏啊 尝一口试试看是什么味道 没什么味道 有点辣舌头 继续前进 明显可以听到有流水的声音了 哈哈 前面可能就是一条地下岸河 我那个去越来越大了 前面应该有一个瀑布 这道瀑布 就是从这个 棕鱼石中间留下来的 从这里看上去那个 棕鱼石就像一颗龙头一样 一直留到下面 很有可能下面就是巨山河 它就流到这里就消失不见了 这瀑布从上面飞流直下 然后从这个位置冒出来的水 这里下去 这里下去 哇 还有红点尺蝉 这是红点尺蝉的柚体 这是冰尾动物 地下河就从这里下去了 这个 是一个很窄的裂缝 人是进不去的 这个裂缝 这边全是原始洪荒的地貌 就是这样的乱石 这里没有一点点人为开着过的痕迹 这些乱石很大的 看到了吗 这个坑都是三米多 这个裂缝也很大 通行一辆大卡车没问题 沿着这些乱石继续前进 看 瀑布 就是从这里流下来的 这个位置 你地表的位置应该很接近 可能是地表水从上面渗入 流下来的 一道水棉 现在在这里补充一下水渊 走了6个多小时 现在补充水渊 这个水是非常干净的 这里好像下不去了 这里是没有路的 下面又是一个超大的空间 看在前面发现了什么 这是一根石笋 好大呀 这根石笋 我那天啊 像雷锋塔一样 处立在这里 我 感觉已经没有动到了 就是这根石笋 还有点看头 我那天啊 这是见过最大的一根石笋 这根石柱有多大 从相机里面看 是不是觉得它很小 因为这是一个广角的相机 它可以把很大的东西缩小了 装进相机里面去 其实它很大 看到吗 像我这样的 要最少四个人才能活报 这是我见过最大的一根石笋 破了天啊 哇塞 好壮观 这就是现实版的九层腰哈 这是一根石笋 它还没有顶到上面的冬天 四个人才能核包 这也是我见过最大的一根石笋 大到 难以置信了 在这种地方 能遇到这么大的石笋 在这个大石笋的 上方和下方 都是这样的石笋 这里才出现了一点点美景了 但是还很深了 我们继续往前吧 这边没路了吗 这里出现了云盆 这是水 应该里面有一个泉沿 或者这些水 从上面滴下来的 哇 这个水好清澈 这片棕乳石 保存还非常完整 有一些还在发育中 这边 我的天哪 这边还有一个动荡 这个水就是从 这个棕乳石上面滴下来的 看 两条线 咱们继续往前 感觉这边是一个大捏缝 这里真的是一个大捏缝 这下去 就是一个深不见底的捏缝 还有雾气从下面冒上来 哇塞 看 我的天哪 这捏缝的宽度大概只有 一米五左右 看到了吗 还有雾气从下面冒上来 下面应该是一条地下岸河 我试一下看它有多深 十多米 站在对面是看不到下面的 但是过来后 可以明显看到 下面是一条干枯的地下河 而且这里 有路可以下去 我们下去看一下 我刚刚是从这个孔下来的 然后我站立的位置就在这个裂缝的顶上 这是一个十多米高的裂缝 然后下来 这是一条远古的地下河床 也不是远古的 可能六七月份发大水的时候 这里就被水填满了 因为下面全是这样的枯枝 还有泡沫箱子 它冲下来的地方就是这个裂缝 看这是一个裂缝 电通光照不到顶 也看不到上面的光线 但是这里绝对是和外面 连通的 要不然它冲不下来这么多的垃圾 这些枯木 还有泡沫箱子 我们下去看看 能不能 找到其他的洞当 这是一个裂缝啊 天呐 看 还有泡沫箱子 这是一个很窄的裂缝 这里被这些枯枝 还有一些 乱死给堵死了 这里在很多年前 肯定是有一个洞到的 但是现在出不去 全是这样的烂木头 就是从上面 流下来的 这里和外界是连通的 没办法进不去了这里 因为连这些泡沫都冲不过去 人是进不去的 现在只有原路返回 这是一个峡谷裂缝 没想到在这里面 还能遇到泡沫 远路返回吧 已经除了 温� 독 还擠��